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困扰市场的一群因素 怎样影响各地的市场 是因素未来会发烤得最多呢? Tabby 你觉得真是好吗? 不是一两个因素 是一群因素 我们需要考虑很多 真的太多事情考虑了 简单是把它 串在一起 你这些红啤啤 我们看四大的股市 香港 接着有美国 有欧洲 内地的股市 受着什么?受着五件事件 影响着污局势 通胀 我们香港有疫情 监管憂慮 主要是内地监管整顿 一会儿说一会儿说一会儿 不知道谈不谈不谈到除牌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全球 老实说经济增长慢了 五大冲击 每个因素 都影响每个市 不同的力度 所以我特意在图的右边 综合一下 计算一下数 我会发现到近期 我会相信最影响市场 看三件事先 某局势 滞涨的想法 和比较对于我们自己影响得多些 中港股市多些 就是监管的忧虑 很不幸地 将它混合 我们香港的股市似乎 加密 滞涨好像暂时不是影响那么多 但是其他因素 加密 我们和欧洲的股市 算是这四大股市之中 受影响是最大的股市 反而美国那边 主力是受到滞涨的忧虑影响 其他好像相对影响比较小 谈到什么疫情 和监管的事情 所以某程度上 解释到 为什么我刚才说的股市 跌幅 其实和你啤啤熊的数 有一个比较在 下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不同的市场 已经逐步反映你刚才说的 那些利淡因素 过去几十年 Kennie都经历了无数的金融风暴 什么几十年 我做了下去 我做了三十多年 你是 所以都要问 亚洲金融风暴 科网股爆破 雷曼金融海啸 疫情爆破等等 我们以前摸过市 这些恐慌性的调整 但是多数人都说 哪有得看那么远 技术分析去摸 好 但是其实你有没有一些心法 或者经验可以分享多些给我们 可以的 你用什么去看我 那些事情是没有经历过的 我经历过的 尤其是我自己有个人经验 真的做好股市 超过三十年 会看到在大时代的市 不是有些市都看这些的 通常在这些市 所以我们英文叫 即是好像这些市 很多事件去搞市 的大时代市 你计估值老实说 计不上数 很坦白说 现在你的经济前景 那么混乱 局势那么混乱 你怎么计呢 完全计不了数 所以估值不是可求 反而我会喜欢 看一下有一些 所谓的见底讯号 我其实曾经提及过的 我会特别留意三个的 一个见底讯号 就看一下 美金会不会急升 看一下这些钱 会不会由股市急走 这头那两个加上 最后有个 所避险的资产 包括可能一些 债市的那些 无端端都会跌得快 在在这几样东西 完全是反映着 现在资金怕得震了 宁愿离开 离开个市 通常出了这个 反而是正的 就是说 相反去想 怕到这样 买得 那么今期呢 我特意加上 第四大的指标 因为已经出现了 有这个 这个出现了 这个其实呢 是我做了这么多年 分析员呢 的经验 就是呢 通常分析员呢 大部分都偏向于乐观的 那么如果连 对乐观的分析员 这个例子 过去一年老实说 我们这些 中港的科网股 都一直跌 但是你看到 中官所有分析员呢 都不断都说是 拜拜 不过呢 就把目标价填低 但是呢 通常呢 如果去到市地到最后呢 通常他们都抵受不住压力的了 嗯 硬硬呢 都要看淡 那么这个呢 通常是一个 非常非常准确的见底信号 是的 我就是说 好像最近发生了 是的 我就是在数到 未来还有多少份 这些报告出现 就是那些呢 就是一匹匹的 几十百分析的 都快啊 因为这个星期呢 有两大的科网公司呢 一只就是T 一只就是M 那么它会出现 那就是 那些分析员 如何去移动一下目标价等等 好啊 这个反而准 这个其实也是我为什么 在上个星期尾呢 都会看到 OK了 市大致上 香港 应该在短期摸底 是可以支持这个反弹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少少宏观的资金流向因素 来看呢 我们就追尋回来 我们刚才说的两样东西先 首先呢 就是那个美金有没有急升度 有的 你会指数上去99楼上的 差点100 是不是 就是试100 跟着就是这个债券价格 其实看到 美欧等等那些 其实是有出现过一轮是抛售的 但是你觉得够美呢 不够 如果你说 这个呢 大家观众要留意一下 我认为这些指标美元急升 或者是一些 比较诚的债券抛售呢 是看整个环球的股市 是究竟摸底下 如果这样的判断呢 整个环球 欧美的股市 是未到极端抛售 哪种时间是这样 是算是几个抛售呢 这两个图已经发映到的了 就是2020年3月 疫情底下 我们就看到了 大家看到这个图 你会看到呢 那个黑色的 红色的那些 就是美汇指数 还有红色的那个 你会看到的债息突然间 逼一逼上去呢 那天很短时间发生呢 那市同一时间的见底 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信号 但是如果你以这个看来 去判断今天的情况 不是 还是股市不是 所以为什么呢 其实我一直都说 我最近都说的呢 你说如果香港的市 是一个见底的 我重复多次就是 这个反弹 因为我没看到 好像2020年3月那种 行了 摸底了 整年升了 有牌升了 完全不是那种玩法